是要控制一下 只要打仗真的是大家都不想要 原因是因為目前在地球上面 就是兩場戰爭 現在打到目前為止 不知道什麼時候要停 而且可能會有第三場戰爭 這個仗持續的在擴張當中 來看到的是在以色列這邊 加薩這裡在做一個 根本就還沒有完結 結果他就好像往北走去了 以色列現在空襲的是哪裡 是黎巴嫩 他們講他們打的都是真主黨的據點 至少造成了六死七傷 好 當時這個爆炸畫面 現在曝光之後 大家都覺得是非常的驚悚 原因是因為你看 其實他是在一個市區裡頭 但他強調他打的 絕對都是真主黨的據點 而另一個部分是什麼 是他在過去24小時裡面 其實不斷的在有空襲 後來黎巴嫩這邊講說 他們認為因為他打進的是市區裡面 他說有很多 其實多數是婦女跟小孩 在受傷或是在死傷 而另外這樣子一個地面曝光之後 其實後來也傳出 他們地面部隊進去了 但是第98精銳師 說是蠻厲害的一個精銳部隊 另外還有第36師的步兵裝甲部隊 進去之後竟然是有被暗算 甚至這裡面還有一位基層指揮官 就直接在地面行動當中給陣亡了 也就這樣子他們在講 這個第一仗會不會其實有點出師不力 因為北建行動現在可能是損失慘重 他們也沒想到在進真主黨 你覺得真主黨不是都受重創了嗎 但進去的時候為什麼沒有他們原本預期的 這麼樣的順呢 其實現在以色列他這場仗 目前看起來除了王北走之外 他還要來預期一件事情 就是跟伊朗之間的關係 原因是因為在伊朗開火之後 現在大家也在看 以色列後續是怎麼樣來做回擊 那塔尼亞胡說回擊一定會有 只是千萬不要打得變成區域型的戰爭 到底他當時是怎麼攔截伊朗200枚的飛彈 說靠的就是三層的防空武器 裡面包括叫做碗小 然後說燒掉將近429億元 大衛彈弓還有劍士23型其實後來就被發現了 說在飛行過程當中是都有被攔截下來的 那大家另一件事情要問的是 鐵穹到底有沒有奏效 原因是因為俄羅斯專家認為 這一次這個鐵穹 他們說之前很厲害的鐵穹 好像沒有奏效 原因是這一次伊朗他在打的時候 他有特別強調要打一個地方 除了說是摩薩德之外 還有就是F-35的駐紮空軍基地 據說以色列三個空軍基地 還有一些設施其實都有被擊中 那換句話來說 是不是最下面的那一層鐵穹 在這一次是有失敗了 不然的話基地不會被造成了一個大洞 現在要回擊 如果說他真的是去攻擊伊朗的核設施的話 哇 非同小可 所以美國總統拜登是已經先喊話了 說千萬萬萬不可 如果說你要說這個回應的話 應該要採取相應的回應 不要擴大了地區上面的這一些衝突 而也因為現在這個衝突 很難預測它到底會到什麼程度 所以各國紛紛撤僑 中方現在接觸215位的僑民 還有16位的外籍家屬 甚至在離開的時候 車頂上面都必須要貼有國旗 因為很擔心被誤打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不是 不是這個利班人人 絕對要在這個章中搞清楚 英國我也看到有派飛機去接人 好啦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看起來就是全面性的戰爭一觸即發 該怎麼辦呢 中方在連大巨變代表 再一次的發言了 提出四個必須 那這裡面他強調的就是 必須要實現立即性的停火 停止暴力的循環 同時要全面防止戰事的蔓延 回到政治跟外交的解決軌道 講 都會講 大家也都知道這一些道理 但問題來了 以色列呢 因為回過頭你還是要看看 以色列你的態度是什麼 請教下亮哥您怎麼樣來看 地面部隊進去之後 現在被說精銳撕進去 好像有點出事不力 但是後續他會怎麼打 不 以色列的優勢就是空襲 還有情報 地面部隊很難說他有優勢 直到2006年他自己就打敗了 不然怎麼會有違和部隊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真的是 因為黎巴嫩你也不要以為 那個真主黨重要的領袖被殺 然後他就失去了武力 是讓珍珠黨的人數將近5萬 所以你如果真的要回到地面作戰 以色列不一定會占便宜 因為這個時候就沒有所謂 誰的情報優的問題了 就是硬碰硬了 可是他地面戰爭非打不可 為什麼 因為他本來的設定就是 至少要離南往前推30公里 弄出一個緩衝區 你這個沒有地面部隊進去 是做不到的 他等於就是要實質取代 聯合國的違和部隊 就是說你們沒有用 但是他違和部隊還在那 中國大陸現在輪到中國部隊 對啊 結果就直接落蛋落到 他的旁邊 到維和部隊的旁邊 我跟你講他已經瘋了 不管你了 他連那個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都被禁止入境了 想想他是什麼情況 好笑 所以他哪裡理理什麼聯合國 他現在就是要讓 造成既定事實 那就說這30公里我自己來 我自己守 硬要就對了 對 可是坦白說就沒那麼容易 因為事實上也有人評估過 如果打地面戰爭 以色列傷亡加一加 恐怕也要上萬 地面部隊是要死人的 說實在 所以而且坦白說這個淵淵相報 我認為這個會變成 是一個長期的抗戰 因為你一時打贏 人家也不會這樣就結束 你打死人家的爸爸 下一代還會來報仇 哈馬斯 巴勒斯的人 最後還是會參加 黎巴嫩 正主黨 還是會有人參加 所以我認為他這個叫做短多 可是我們不要講到 中就空了我跟你講 未來要面對相當多的挑戰 至於這個伊朗打以色列 坦白講這個隔了1200公里 你本來被攔截率就非常高 可是這一次 他那個空軍基地真的是打進去了 就是破了鐵窮神話 因為這是空軍基地 照理講應該是地對空的防禦飛彈 鐵窮系統應該是最嚴密的地方 而且這個地方有20架F-35 我們現在是不知道F-35有沒有被打到 可是他就被炸一個洞 表示他真的有打到 聽說有一些是超高音速導彈 不知道 可是這個對以色列的對手來講 是一個鼓舞 因為他的鐵窮第一次神話破滅 被穿了 對 神話破滅 所以未來 所以你看以色列戲成這樣說 要去打核設施 這根本就違反國際法 你看他現在已經都無所謂了 連聯合國秘書長禁止入境 違反國際法的市營可多了 對不對 通信也可以爆炸 什麼東西都可以來 所以我認為核設施 他本來是真的要打 他真的要打 所以拜登才會急 你去看二屋戰爭 札波羅惹的核電廠 沒人碰 庫斯克那個核電廠 也沒有人碰 所以人家還是守一定的規矩 他不管 他就要打 那個核設施設也不是核彈 是核電廠 對 所以我說 這個就是他都已經逆 我真的不要說天道 逆所有國際的規則 你這個 你要逆國際規則 逆國際法來打仗 未來一定是冤冤相報 人家對你恐怕都是恐怖手法 因為前一陣子就傳出一件事 所以以色列境內 既然有兩個人就拿那個槍 就掃射 前天的 那那兩個人是不是恐怖分子 巴勒斯坦那邊 如果以後人家都這樣來 我搞你 那是從巴勒斯坦 約太和西安那邊過來的 你這個 你所謂邊境都守得好好的 不然你就整天活在 被恐襲的恐懼之中 請教聖峰老師會怎麼看 這樣子 這個我們可以看大也可以看小 先看小 是 珍珠黨 我們稍微研究一下就曉得 基本上珍珠黨是採取集體領導 然後暗序排班 所謂的集體領導 他不是一個單一領袖 他是一個集體領 然後第一個被打了之後 他第二個的排班馬上就上去 所以一序排班 第二個就整個的珍珠黨的組織裡面 他的基層的組織是非常的穩固 就像列寧式的政黨的組織一樣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裡面 為什麼以色列每一次陸戰 一出席跟支持黨一幹的時候 都吃虧的 這是一個情況 我補充一下 第二個這一次的打法 我們上去搜尋了更多的資料就發現 他以來發打後的超高音速導彈 先打前面 然後後面其他的普通的導彈 再跟著一起來 所以當前面一來的時候 當然所有的防空導彈就要出門 結果出門是失敗的 就被闖成功了 相對的某一種程度 就消耗了你不少的防空導彈 時間差 對 就是他第一個先來 然後就消耗了 這是我看到的一些資訊 第二個數量也不到200 應該是100多而已 可是在這裡面卻有一個特點 就到現在為止以色列是要求 不准公布這一次的所有的圖片 在任何的自媒體上 他採取了非常嚴格的網控 這個網控 各位所以不要老是說中共網控 為了國家的安全 他還是乖乖要得網控穩定 那為什麼要網控 顯然他燒到的傷害 比他嘴巴講得來得多 第三個我們來看看 這有一個基本的態度 就是以色列真的了解伊朗嗎 伊朗真的了解以色列嗎 我們從外面的來看 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伊朗是採取有限度的報復 它是有限度的 但是以色列是採取 這家的花塞士的攻擊 包括他對哈馬斯 他對政務大 一個是花塞士的攻擊 他的攻擊就 好 你打我有沒有 會不會有力氣 就是那種花塞士的 可是伊朗在這裡面 平常講 以前被大家認為很慫 為什麼說你這個也被欺負 那個也被殺那個 然後就叫一叫就沒事了 隔了快半年 對 慫死了 甚至當他的小弟 這個被修理的時候 政黨被修理的時候 他的總統還在聯絡國呼籲 要合集 整個總統認為 你當什麼老大 這一次他出手了 事實上當然是伊朗的內部 有很大的一個爭執 這爭執我們把它擺一邊 他這個出手的結果 就出現了一個情境 所有的伊斯蘭的國家 全部上街遊行 有沒有 以色列氣死 美國氣死 這個什麼 這把伊朗的地位就拉起來了 沙烏地阿拉伯 除了有錢以外 這個地位已經沒有辦法 跟伊朗相比 但那個情緒化就收到最高了 對 他整個拉 因為老大出面了 因為這個小包 有人敢出手 而且一出手真的就 將近200顆的導彈就揮過去 而且是有效果的 這個對於整個的伊朗講起來 是有很大的地位 可是相對的 依照那一種 發誓式的攻擊的以色列 他怎麼會這樣子就停下來 不可能 現在美國又在旁邊怎麼樣子 燒火 我永遠記得 這個范教授講過的那一句話 說以色列 他們內心有一個聲音 不能被打敗 打敗一次就完蛋了 這一種心情 這一種他要維持他這些 一定是還手 這一還手的結果 你說整個的中東會不會炸成一個鍋 1月24號就要投票選美國總統 我想你看兩個副總統的辯論 第一個題目就是這一個 中東 所以這就是一個 整個的世界像一個炸鍋一樣 現在正硬量的要爆炸的前戲 但是大家真的都不想要 因為戰爭太可怕了 真的是那個死傷太可怕了 大家都不希望他變成一個全面性 因為全面性你不知道 會到什麼程度 班老師 以色列的部隊進入了黎巴嫩南部以後 這個中國大使館的撤僑行動 真的是我覺得是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大家要了解 一個國家的話要撤僑的話 你要國力要強 然後你的外交政策要強 還有你要老百姓配合合作 你剛剛提到英國也撤僑 但是我所認識的英國人是沒有聽話的 你叫他來是什麼時候 你叫他來他越不來 你不叫他來他反而來了 我跟你講這個三個方面都是天子地利人格 一樣都不能少 有的時候大家以前一直在強調說 中國的外交戰狼外交戰狼外交 搞不清楚 我不曉得講那些話的人有沒有看過戰狼 那個張毅演得非常好 那個是演得在那個整個在非洲地區的時候 我要強調首先第一點大家要了解 撤僑不容易在非常混亂的情況下 你光把人接出來你租那個車子都租不到 你不要說別的了 你一定要非常有實力的話 你才能夠想到這種情況 這是第一個就是說你國家的國力要強 那麼第二點的話 你那個老百姓本身要配合 因為撤僑的過程 一定是大家自由自在的登記什麼的 你覺得很危急了 黎巴南南部的話確實是比較危急 很多人都會講說為什麼以色列不撤僑 以色列沒有必要撤僑 以色列是就是說是準備打勝的那一邊 他撤什麼僑 他在以色列有生意各方面做 然後這一次的話 他們在黎巴南南部的時候 會發覺這個進去 剛剛亮哥講到說 那個30公里的那個緩衝區 其實是30到50公里 是以那個大炮或是火箭的射程為主 這個才能夠確保以色列的平安對不對 然後另外第三個就是你的外交的政策 大陸從去年的11月7號開始 一直強調加薩走廊的停火 強調國際法 強調人道主義 然後強調大家的和平協商 這種觀念的話 在東南亞地區的回教國家 都改變了印象 所以你這個時候只要掛出中國國旗 在撤僑上來講就比較方便 你美國敢在那邊掛出國旗來撤僑嗎 你敢在黎巴南南部嗎 那不很危險對不對 有很多人的話 大家都不要命 既然你要我死 我都不會讓你活對不對 在這種情況下 另外我覺得有一個消息非常重要 就大家都沒有提到 這次撤僑出來了146人當中 裡面有三個香港人 有一個台灣人 我不曉得那個台灣人坐到那個車 之後受到了祖國的保佑的時候 心裡什麼感覺 你要想到在這種情況 生死交官緊急為難的時候 就再也沒有認同不認同的問題 先出來再講 所以說這個撤僑本身 所代表的一個含義 也說明了一切 它其中最重要的觀念 就是大陸的外交政策一直做得非常好 那個從頭到尾的始終跟這個 跟我坦白講就是跟弱者站在一起 跟這個其實剛剛大家前面提到了 很多在中東目前發生的問題 以色列很兇沒有錯 以色列很兇就是他們相信暴力 他們相信權力 他們相信拳頭 所以說才這麼講 你一直要破壞一點 剛剛講到說是 以色列好像死個八個人什麼的 出事不利 你錯了 以色列已經幹掉一千多個人了 以色列死一個人的話 不曉得多少條 把散人的命拿過來賠 不曉得多少阿拉伯人的命拿來賠 所以以色列都習慣 我自己算了一下 大概是一成二十 現在八個人的話成二十 不止 不止 那個三月七號 我只死了一千多萬人 現在加沙死了四萬一千人 不是 加沙死了四萬一千人 我是說這一次的 尼巴尼從才進攻了沒有多久 死了就已經破千了 對不對 那這樣子的話 說明情況就是 他們現在死了八個人 那這個命都要算回來 所以說這個淵淵相報何時了 所以大家可以充分的了解到 不是我激動 實在講起來 這個事情真的是 中國幹得很好 然後以色列只相信暴力 但也必須要講 因為大家都希望和平 和平大家希望安居樂業 那才有辦法好好過生活 長者是寶 需要陪伴與照顧 一人一點力 愛就大無限